所以說我在這邊跟所有的全國的觀眾 來做一個分享 民進黨這七年做的傲慢 你知道台本 台本是誰的 是政府的 是建護人的 現在是吳乃仁全家 這個包含董事長 總經理董事 一例都是吳家的人 現在把政府的這個資產都變成是個人化的 2024年 所有的全國的民眾 你還能夠投民進黨投的下去嗎 這些人都是你看把管 把管你看到最後在2018年20這個2024 20就是在全年 這個後來是因為把管事件 讓他們中錯的 他們還敢用 他們都毫不居會 只要能夠 打國民黨的 只要能夠為國民黨為民進黨立下哈馬功勞的 就是有功 有功一定要拔著 一定要論功行賞啊 這些人叫做論功行賞之下的產物嘛 不是嗎 所以說 明年2024 各位觀眾好朋友 這民進黨你還能夠投得下去嗎 你這樣看 他們不是吃相難看嗎 蔡英文 全力一把抓 我覺得 如果 民進黨 明年還能夠繼續執政 台灣就真的沒有未來 菁姐像你講的喔 大把關就是 國家最重要的職務耶 是負責所有法律解釋的最高 最上層單位 連這個都三來論功行賞 當然啊 沒有錯啊 你只要攻心卓著的 對付國民黨有功的人員 只要現在說能夠 殺國民黨的 我就說很明顯的 太陽花事件的林非法 他憑什麼做上這麼高官 一個月要領十幾萬 這個游國翔也是太陽花的 陳總武也是反服貌 對啊是不是論功行賞 這個就是論功行賞之下的最後的產物 那這四個除了 當選大把關之外還要頒正勳章 當然啊 你看啊我們就講陳菊 講李進勇好了 李進勇他現在的這個選委會的主任委員 不是一樣嗎 搞到 這一個 國民黨最討厭的人他們就是喜歡用的人 有沒有注意到 只要是國民黨 輿論最討厭的人 他們就是最喜歡用的人 因為他們會對付國民黨 不用他們自己來對付國民黨 用這些人 用這些人叫做什麼 打手 用這些人來對付國民黨就好了 所以說這些人 如果國家用這些人 我們的國家還有希望嗎 政治政黨有攻防 可是不能把國家的職務 拿來論功 欣賞 特別大把關 管理 所有 包括立法院的相關的解釋案 這個是國家的公器 不能亂搞 那我覺得說像這樣子 立法院即將審查可能是在 月中 這次會加 臨時會 會審理這次的大把關 提名案 那在 就是說阿扁最後任期 那時候國民黨是在野 國民黨是退回阿扁那時候 世衛大把關的提名 請你來看 這個案子大把關審查 送到立法院去 你覺得在野黨會怎麼攻防 這個要霸佔立法院把他退回嗎 可是以目前民進黨的整個操作 我覺得 應該還是會過啦 會過 不過 因為現在是選舉年 是 我覺得如果 國民黨認為這是一個價值 一定要把它擋下來 要擋 我覺得 但是擋不下來啊 可是還是要做嘛 對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 把態度給展現出來 那 除了道德勸說 蔡英文你是不是要建立一個制度 你應該把這個提名權讓到下一次 那國民黨也要展現戰力啊 你國民黨展現戰力 人民才投的下去 如果你還是這樣軟趴趴的情況之下 那民眾想說 那我幹嘛要投你 一樣嘛 反正最後的結果還是一樣 在選舉年 就是要做出那個樣子 讓選民看 投你才是對的 符合人民的期待啦 巧歉你 準備要去立法院呢 你是準立委喔 你來看 如果你來審查這個大把關提名的話 會怎麼處理 第一個喔 我覺得在這四位裡面呢 要優先針對一到兩位 你就是戰場上面要 漸縮到緊一點 我覺得說你一次 講四位跟你一次講一位 對一個民眾來講 因為多數的民眾他們不是每天都這麼關心政治嘛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特別挑出 所謂的這個 游博祥 鎖定目標 對因為 教唆偽證這件事情 你要想喔 如果今天他做法官的時候 會教唆偽證 那你代表說他曾經傷害過 非常一般朴朵大眾民眾的權益 這跟政治沒有關係了 就你今天你可能跟人家有個官司 然後呢 你要去 就去上法院的時候 結果 你這個案子的法官 竟然幫著對方說 作為證 然後害你官司打輸 可是其實你是受害者 這個你可以接受嗎 一般民眾可以接受嗎 一般民眾可以接受 這種恐龍法官嗎 不能嘛 結果這個恐龍法官 變成我們國家的表率要成為大法官了 那你能夠接受嗎 所以我覺得游博祥的這個曾經被 指控教唆偽證這個部分 是最明顯的 第二個 他是廢死聯盟的成員 那未來 其實我們的死刑或什麼的 或許 有一天 就是說不管是在立法院怎麼樣 都有可能到大法官要釋憲喔 就是所謂的我們現在的死刑到底 合不合理 他除了立法院 可以去做管理之外 也有可能有人 比如我是廢死聯盟的 我可不可以提示線 我認為 我認為人這個 身額平等啊 那沒有權利去讓別人 然後就算他是罪犯或什麼 就去 傷害他的生命啊 我去向大法官提示線 認為廢死這條法律 是不合理的 請大法官去針對這個法律 去做解釋說明 可不可以 所以這個要查清楚 小心講的沒有錯啦 真的要設定一個目標 游博祥 教唆偉證 民進黨立委認證喔 這不是在野黨的政治工房喔 所以喔 真的 到時候立法院審查的時候 在野黨要展現戰力啦 不能說 像 請民講的 像親節講的 親節還沒進去立法院啊 教唆偉證 本來就是一個罪 是 我們 市長 這個到法院 你這個 法官還這樣 你不要做偽證喔 還跟我們講喔 我們曾經到法院去出庭嘛 他說 你不要做偽證喔 偽證是還有另外一條罪名喔 他這個叫做偽證 偽證是 一個罪 很嚴重 那這樣子自己就已經犯罪的人 能夠去當 我們的這個大法官 這上梁不正 下梁歪 教唆偉證 以後 這種人當大法官 我們的司法改革還要做嗎 下面的法官還得了啊 教唆偉證 這是不是以後要寫入教科書啊 請民你補證 剛才巧信特別提到 廢死的這件事情 因為他是廢死聯盟的成員嘛 那侯友宜他已經明確表態 他是反對廢死的 是 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國民黨應該要拿出一個辦法 或是一個態度出來啦 就是這種 這種 針對廢死 他有一個基本價值的這個人 適不適合進到 立法 進到大法官 當然大家可以討論 可是國民黨的候選人已經 總統候選人已經說 我是反對廢死的 是 那國民黨 是不是要一致的意見 至少就像小新講的 四個裡面他可能 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色彩跟成分 可是我們是不是針對一個 因為民眾是聽得懂的 對 所以必須 這是一個價值的選擇 而且也是對於說 我們司法改革的一個支持 所以對於 相關爭議非常高的 特別是 尤柏祥 這裡啦我的立場啦 在野黨 這沒當中 真的在野黨以後 我覺得這次選舉非常辛苦 至少跟小新講了 設立目標 尤柏祥 第一個 頭號戰犯 這個一定要把他打差啦 那還有包括陳總武 爭議那麼大的 是不是要 設定目標 在立法院審查的時候 展現在野黨的戰力 當然 明年之後 在野黨的戰力 不一定是在野黨啦 搞不好是執政的 戰力越強 包括菁姐 小新李比李慧 這我們的好同事 讓他立法院發揮一下 不要像這一屆的立法院 真的 不能軟趴趴 展現一下立場 那我們接下來看 因為 除了國內的紛擾之外 昨天是 六四的 34周年 包括 執政的 民進黨 還有在野的 國 國民黨 都有展現 相關的立場 要挺 大陸的 民主 五人權 這個很重要 每一年六四 包括朝野各自都有相關的紀念 包括相關的動作 34年來都是一樣的標準 我覺得感慨很深啦 在台灣 好像 根據民黨的論述 好像只有民黨只能愛台灣 每次在野黨 就是老共同路人 國民黨不能愛台灣 我覺得這論述完全是錯誤的啦 從紀念六四 所有的態度是一致的 所以 巧欣你過去是國民黨青年團出來 你對這個應該感觸也很深喔 像這個六四 從國民黨的立場 這個該怎麼去面對 還有 對於兩岸的未來的政策的價值 該怎麼堅持 我比較疑惑的是說 為什麼民進黨也要去紀念六四 或是談六四